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一个在共产党体制内部也是有不同看法 在正式文件上它还是难以跨越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那回来说我觉得在这边最关键点就是导致战狼化 最关键点就是知识的这种缺失 这种缺失指得它对于国际规则体系的误判 那么这样的话它觉得中国受了欺负 就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它觉得我们受了欺负 我们将用中国话的语言中国文化的特有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外抗强敌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去迎战对我们的欺负和侮辱 那它把它和有十九世纪 中国确确实受到的一些这个欺辱联系在一起 因为十九世纪中国和列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那跟这个今天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但是从西方自己的反思来说 确实它对中国有欺辱的成分在里面 对第三世界所以这就是二次大战后 他们在重建国际秩序的时候呢 他们一方面在限制德日裔法西斯 对他们进行清算 同时也对自己进行反思放弃了大量的殖民地 那么这是一个 但是呢对于这种国际规则这种认可呢 我觉得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是有一个过程 那么江泽民应该说对这个国际规则体系是认可的 就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说 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和平发展中 尝到甜头 那么他们会接受这个国际规则 并且把它内化为自己的内政改革 来去租进国内的改革 在江泽民应时期是有这样一个趋势 但是呢这个应该说呢 美国当时这个判断也不是在共产党的 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那我举例子像崔天凯 我就认为崔天凯就是不一样 崔天凯在这方面呢 还是认可这套规则的 要包括像汪洋在2014年12月份 在中美的在一个国际论坛上还在说 美国是引领的是老大 美国是领导国际领导 中国不准备挑战这一点 我觉得这 所以这些因素都包括进行之后呢 个人的知识缺失 他用19世纪 他在共产党的那套东西受到的那种教育中 形成的这种中国历史 现代史和现代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 那么以及他对中国那个传统文化 这种肤浅的理解 对于国际政治规则的基本的无知 其实我觉得伟东也在这方面 他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我刚才说的时候 那么所以呢 才导致了对一些冲突的这种 基本性的误判 那么地缘政治有没有因素 当然有因素了 但是他确实不是主要因素 因为在地缘政治冲突中 其实西方国家现在也有 但是你看他们是怎么调节 基本上进行谈判 讨价还价 那么最后呢 达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从博弈论角度来说 现在是西方的学界普遍采用的方法论 从博弈论角度来说呢 合则双赢 斗则双输 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基本 但是合则双赢 产生这个盈与怎么分 这个没有什么规则 所以谈判之所以在西方的外交 商业各个领域中 就是有博弈地方 有冲突地方 谈判是显学 其实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我回头来说呢说做战狼的时候 他有心虚的一面 这个我同意这个 那个小伙子的看法 就说他讲的这个心虚 但是呢他的基本的判断呢 我觉得当然有问题 这个我没有我没有时间展开 做试探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秦刚没有 秦刚一下飞机就说 他要修复中美关系 让中美关系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这可是彭斯在第一次在东南亚会上 全面列举中美冲突的时候 就是在喊话 共产党回到邓小平那儿 但其实邓小平在去美国的路上 对美国所所长说 现在看来跟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 跟美国走都富的时候 就准备接受美国这个规则 只不过不准备用他改变中国的政治规则 知识的缺失和他的改变导致了 中国整个外交战狼化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素 而且只有这条定性之后 那么才能对国际社会反响 你可以看出欧洲各国 本来是不愿意跟进美国的 结果是由于共产党这个外郎 这个战狼呢 把他们都逼过去了 然后德国人就说呢 说跟美国人说 如果你说用意识形态来跟共产党斗呢 我们可能不一定跟进 但如果你们要是说基于规则 就要求中共讲规则 那我们可能会跟进你们 其实到现在为止 欧洲跟美国的跟进 并不认同意识形态的这套说法 认同的是关于规则的这套说法 就像秦康下了飞机 就马上就喊话 说是我是要让中美回到原来的这个轨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下飞机的说话 然后接着呢 在昨天还是前天 在他隔离一半 他说呢 要跟中美共襄胜举 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 他现在开始喊话 就是准备要 这个什么 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 赵立坚说中美谈判六个小时 但是美方说是四个小时 而且那个正是 其实中间透出来消息说 秦康其实下面谈了两个小时 而这两个小时呢 美国人一般认为私下谈判不算数 但中国人连吃饭都算数 吃饭说的可能是更是心理化 实际上正式谈判说的话 可能知道是客套化 或者是那个战狼化 那么所以我觉得秦康呢 他现在中美要共襄胜举 这就说明呢 这个事儿 这种小伎俩啊 那个江泽民也玩过 胡锦涛没有玩 胡锦涛倒是个本笨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 他这个笨是笨 而且他这个人 这个落后是落后 鱼目是鱼目 但是呢 这个人是算比较本分 很悠奇认和代表 有